Newfound Research的投资总监Grey Hofstein 最近发表公司15周年的15项体会 其中之一是无意之间所作的交易 通常是令投资者重商的主因 有计划地去做的事情 很少会让投资者重创 因为失败也早在计划以内 相反,一些肖然进入组合 没意识到的意外压住 才是导致严重问题的根源 而出事前却难以察觉 Hofstein列举的一个例子 是在2010年代中 投资者大多认为欧洲股票 比美国股票便宜得多 可是全力进军欧股的投资者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投资者单纯地认定 他们只是由美股转入外国股票 却忽视了者将同时意味期压住美元 相对当地货币如欧元下跌 即使欧股有可能是被低估 但长线股值回归 通常需时起码以数年计 如此一来 交易前一定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的其中之一 对冲货币风险的成本 又或长期做空美元是否值得 Hofstein指出 在深究下去 当时欧股是否比美股大幅低估 同样传疑 据Lawrence Hamptill在其多篇分析文章中解释 跨国 跨时代的股值比率分析 极可能受板块差异所影响 以上文的投资点指为例 该时期的美股指数 倾向集中于科技领域 同期的欧股指数 则有更多比重于消费品行业上 将板块间的差异归一化处理后 股值差距明显缩少 当日投资者的本意 是压住于欧 美股票间的股值差异 殊不知无意中 实情及是在交易汇率 板块间的长短仓 除非极为小心谨慎 否则组合中狠意出现 这些压了注也不自知的交易 当结果出人意表示 受创当然最为严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